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做游饭特席 我是阿Sean 那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开箱啦 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 Mario Kart 跟Monopoly这两款游戏对吧 对的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开箱 这两个游戏 幸福美满 洁精品的一个游戏 那它就是 Monopoly Gamer Mario Kart Monopoly Gamer Mario Kart 它就是一款2到4个人的左右 那就是跟Monopoly一样啦 你就可以在这个游戏里买地方 然后如果人家踩到你的地方 它就要给你租金这样子 那它就是有这Mario Kart的元素啦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 Mario賽车这些 就是那款游戏里面的角色啊 跟它的道具之类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来开箱吧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Monopoly Gamer Mario Kart 的封面啦 那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就会有4个角色啦 那第一个呢就是Mario 第二个就是Princess Peach Luigi 跟Tot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吧 那后面呢它就是会有讲呢 这个游戏的结构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一样啦 就是跟普通我们玩的Monopoly一样 就是有它的板块 那它钱呢就是有点不一样啦 就是用这个圆圈的 就不是用纸的钱啦 OK 那这些就是它的成分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把它给打开吧 我们用我这个 主线留下来的 这把刀 我们来开一开吧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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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开好了 那我们就来打开 看看里面有什么嘛 OK 那在这一边呢 我们先把那些角色给拿出来先 我们现在先把全部东西拿出来吧 OK 这个应该就算它的地团了吧 OK 就是很传统的一般的Monopoly的吧 可是好像比较小哦 这里 因为 普通的Monopoly好像都是三件物质 三件物质的吧 那 我们先放在一边 OK 这个呢 就是它的说明书啦 这些就是它的说明书 这些就是它的说明书 然后 这个就是它的卡啦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角色的卡 跟一些地方的卡片吧 那我们也把它给打开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角色的卡牌跟它的能力 应该是能力吧 那前面它就会讲它每个角色有不同的能力 然后后面就是它的图案 所以有着四只角色 然后我们再看其它的吧 嗯 嗯 那这些呢就是 赛道的卡片啦 那我们放在这边 然后 这些应该就是 那些地方的卡片吧 那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钱来买 然后买的就是属于你的 屋的地方的吧 然后人家踩到的话 对 人家踩到就会给你 就会给你多少钱 那它这边就有写到 呃 收住金的话就是五块 然后 Rain with color set 如果你有两个 一set的话 如果人家踩到这个地方 它就要给你十块钱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分数这样子啦 然后这个呢 啊 这个就是你可以分给每个人 的一种 呃 player reference 就是你可以给你 每个玩家 然后每个玩家就可以照着这张卡牌 来 做 就是来教你怎么做啦 看到吗 然后后面也有告诉你说 每一张卡牌的 能力 不是每张卡牌吧 这应该是骰子的 效果吧 那也会跟你讲 要放在一边 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最主要的 这个最精致的 Mario的跑车吧 这边黏着 那我们一样用刀片把它给打开 等一下 有点难开哦 这个 ok ok 那我们先给它打开 我们可以拿 出来看一下 哪一只 跑车 看它做到怎么样吧 那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些跑车吧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Mario 还有 那第二个呢就是Princess Peach Luigi 跟 最后一个Tot 那就是有这四辆跑车 给你们看一下 所以一开始就有四辆跑车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些骰子 那跟Monopoly不一样的就是呢 它一个是行动骰子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 这些就是可以道具骰子 那有香蕉 还有闪电啊 有钱啊 有乌龟一颗啊 这些就是很经典的那些 Mario的那些道具啦 然后接下来呢 好像没有钱咯 那我翻一下下面 哎呀 真的是在下面 OK 那这些钱过后呢就是要一个一个跟它 给这样打出来啦 不过这些东西我过后我自己再慢慢给打出来啦 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Mario Kart的开箱影片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那关于这一部游戏的教学影片我就会在下一集教你们怎么玩哦 那如果各位有什么想要说的或者是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这部影片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